大家好 我是五仔 這一節的題目 我們講一個和大家生活息息相關的話題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的廣播 我們今天會講福島核廢水 倒出海洋 形成生態污染 很多人怕吃了輻射 又有什麼病 其實我經常都說 我有個朋友他本身是吃全素的 他一樣可以成為健美先生 人類是不是真的需要海產蛋白質呢 這裡首先買個廣告是真心分享的 不過我想說是供不應求的 我朋友出產的糙米蛋白粉 是可以代替所有的肉類蛋白質 因為他也可以玩得很健美 他是健美先生 如果你們之前有看過一條影片就知道 下面有一條連結 大家可以去訂貨 但我想說這些是有機糙米蛋白 是供不應求的 最早回來的那批貨 會是7月30號才到貨的 你們在下面可以在那條連結訂購 然後就可以代替 有些人說我不吃肉 但我又不懂蛋白質 那些是好東西來的 你們開一個網頁看看 那些全部都是健康的產品 那麼我們今天說什麼呢 各位網友大家好 日本福島核廢水這件事件 在香港的立法會炒到熱騰騰了 無論立法會也好 我相信很多身邊的人都熱議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都非常關注究竟 會不會影響到大家 因為經常都很多人喜歡買日本的產品 無論吃魚生壽司 日本菜甚至乎生果 都很容易接觸到 那有人就說死了 那會不會真的受影響呢 我們應該怎樣去處理一下 因為說到日本的生果 都有機會被核輻射廢水 這些物質污染到 另外也關於海產的問題 那應該怎樣呢 因為說到原來 輻射魚很容易弄到 會夾撞腺癌 那吃不吃刺身好 是不是應該全部禁止呢 因為現在有議員 建議一不做二不休 不如整個日本的食物全部禁止 這樣嗎 那麼誇張 哪位議員 我們一起和大家看看局長方面 他又怎樣回應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講開吃東西大家都非常憂慮 食物安全經常都說食物安全 病從口入 但是有些東西是我們可以防範的 有些東西我們是不會知道的 為什麼這樣說呢 舉例 有些人就覺得 吃點煎炸熱氣 油嵌嵌 重鹽 重調味品那些東西 吃得多 身體裡面的內臟五臟六腑都很快會打柴 其實我們是會知道的 但是有些東西是我們不知道的 例如原材料受到污染 受到感染的時候 他不驗 他不說 我們放到嘴裡 你隨時都不知道 舉例 早前我看到新聞 香港有一堆雪藏雞 好像受到感染 而且還賣光 這樣的情況下 政府呼籲 我記得這件事出了新聞 政府呼籲說 在那裏買的人 好像要把他們丟掉 舉例 好像這些事件一樣 幸好 有人驗到 我們才知道 如果不是 沒有人驗 吃了口 可能過了事隔十年之後 才有問題出來 原來 就是 關於食材事 所以有人說 核輻射 輻射水 感覺上是一種無色無味的毒物 你就當作有毒物質 因為它在食材裏面 我們是不知道的 它不會有核logo在上面 所以其實某程度上 現在大家都非常擔心 現在說到炒到熱熊熊 看到一開始說 禁魚生 是不是禁三十年 不用吃魚生 就這樣說 有人說 沒有魚生吃就糟糕 或者沒有日本食物 我會死的 又不用說到死 其實人 都是為了貪圖 吃那個問題 有人說什麼貪真癡 你經常掛著嘴腹 經常都想著吃好東西 這些肉念 其實有些人就覺得 沒有的 便宜一點就吃一餐 隨便便宜 簡單又一餐 吃肉又一餐 吃渣又一餐 食物不能吃就吃素 有人說 不是呀 吃素怎麼會健康 不健康 有些人會這樣想 但其實現在大家都很清楚 吃素也可以很健康 令到你很健康 說說很健康 五仔也有個朋友 他很健康 是健美冠軍 素食的健美冠軍 講開這件事都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他是一粒肉都不吃的 他都可以做到素食健美冠軍 所有肉食的蛋白都不怕落口 一樣那麼健康 一樣那麼健康 他就靠什麼呢 就是靠這個全素的糙米蛋白 你想想 這些糙米蛋白粉 他都可以吃到那麼健康 如果大家有興趣 下面有一個連結 可以研究一下 收到封 我收到封 就說 現在很搶手 因為說到需要時間去拿貨回來 每次翻貨都斷了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下面的連結 就去研究一下 聯絡一下 其實吃素有什麼問題 有人就說 沒有餐肉沒有Energy 沒有Energy Energy 經常說 你的能量是來自碳水化合物 糖等等 很多我們日常生活當中會接觸到 你說吃魚生吃美食 吃蠔 吃短蝦 想起海膽 全部只能過一下你的口癮 等同有些人嫁了一段時間 沒有吃肥膩 或者沒有吃紅肉 他可以生活 開頭比較辛苦 好像戒煙仔 這次 現在你看到風波越攪越激烈 河衛越攪越激烈 大家非常憂慮 我們應該在香港 我們經常都接觸到 不同日本的進口食材 政府方面如何把關 政府應該如何界定位置 因為有人覺得應該全禁 有人覺得是部分禁 有人覺得 可能只是禁止他們 福島 其他都不用禁止 那麼究竟現在 在立法會上 議員的表態又如何呢 因為近日立法會 和食物環境衛生委員會 再開會 再討論日本福島核電站廢水排放 他會否影響到我們 入口食材的問題 公聯會的陳詠欣和鄧家彪 要求 要求什麼呢 就說 不如禁止他們 不要讓他們進來 好了 我們一起和大家看看 他們說什麼 郭佩帆強烈譴責日本 不管國際和國內民眾反對 他認為日方開始排放之後 會影響市民對海產的信心 影響漁民生計 問到會不會即時禁止福島入口 即是水產入口 工聯會陳詠欣就形容 日方可恥 三度 就去了日本駐港領事館抗議 就說水是周圍流的 形容日方排放是掩耳渡水的 連鄧家彪都指出 不要小看自己 他說去年日本魚農產品入口總值超過2000億日元 排行第二 他指出日方在福島種植後 或者其他地方加工 以改變生產地區 所以他覺得應該禁止整個日本 鄧家彪就覺得最好 一件事都不好 我們的局長 謝展環指出 在2011年福島事故之後 其實現在沒有進入過這件事 他怎樣對於這個議員覺得全禁是好不好呢 其實他覺得 全禁反而不好 為什麼這樣說 因為 我們的局長 他覺得這樣 你不是搞到日本 就有你無你 反正你都不進口 反正你都不買我東西 就不斷開行水口 吹下去 反而還會有一點點感覺 他會不害怕 無後顧之憂 一聲吹下去 當然我們的局長現在的立場 就是希望 有部分禁止 去做一個阻嚇力 告訴日本 我們不是不禁 但是你現在這個問題 那個area是令人憂慮 所以我一定是要搞來的 但是你說全搞 到時候就 沒有生意來往 他就亂來的 那麼 當然 現在那個底線在哪裏呢 我們的局長就說 會視乎國際原子能機構 和國家專家的意見 最終 管制深度和限度 都要等 日本或者全球各國的專家 可能再研究一下 才會再割一條線出來 看到 梁美芬 批評環保團體對這件事 異常殘密 他認為所有環保團體 應該表態譴責 不要是因為日本 就不表態 這樣嗎 不知道了 是嗎 譴責嗎 不是 是的 地球之友也有發表聲明 有人問 又說會不會 整理這個旅遊警示 哇 真的怎樣 大家不要去日本了 除了不要按入口 人日本也不要去 這樣嗎 哇 那麼誇張 那麼有沒有那麼誇張 要不要搞到這樣 我又覺得 其實政府這方面 他們都會做很多檢測 其實有人擔心 如果吃了日本的水果 如果受廢水感染 會不會很嚴重呢 有些專家就教你 如果你現在害怕 其實你可以先做好功夫 之前做三個步驟 甚至乎哪些水果 是比較風險低的 沒有那麼容易受核輻石水的影響 我們一起和大家解釋一下 你也知道 日本有很多知名大家 香港人很喜歡吃的水果 什麼巨峰提子 好漂亮幾百元的蜜瓜 喂大哥 你吃完之後 擔驚受怕就無謂了 其實我們看看 日本有什麼水果進口 進來香港 例如富士蘋果 士多啤梨 還有巨峰提子 其實這些都是非常多 入口香港 但是說到 長野縣 山梨縣 其實他們盛產生果的那些縣 距離這個福岡 都有一段距離 但是有人就覺得 說話一段距離 但是依然都會很擔心 那應該會怎樣去做呢 根據食物安全中心的建議 就覺得 吃之前應該 不是浸 是用水油水 好像啤水一樣 啤水 搓皮 減少食物表面上 殘留放射性的污染 也可以說 你可以買一些 不要太熟的水果 為什麼這樣說 擺久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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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放射性的衰期 拉長 因為它會隨著衰期 長 慢慢的影響就會減少 那麼 什麼衰期 衰期是多少日呢 這個說到 核輻射 會損害身體的放射性核元素 主要放射性蜥 和放射性典 放射性典 放射性典的半衰期 就是8天 就是它的功力只有8天 但是 放射性的蜥 和134 和137 分別在兩年 和30年 所以對人體 都比較大 所以為什麼有人說 要30年 要等到它這些 物質的衰期減退了 即影響力減少 先讓它進來 當然 有些什麼生果 會比較影響低 例如椒 芒果 橙 菠蘿 火龍果 不用吃日本進口 芒果 吃菲律賓 菠蘿 菠蘿 有很多地方都有 橙 政府 我相信他們會去研究一下 或者加強檢測 這件事 其實大家回想起 在2011年 這件事件發生 一直這麼久 政府很多時候都把關檢測了 食物安全 我們大家一直都有賣 很多東西都是軍河 繼續買日本的 水產 有人擔心是水產 那你就吃少舊魚 吃少別人的魚 對吧 有人又說 不是啊 香港這麼多魚生 你知道 種了一條 複蛇魚放進口 很嚴重 說到複蛇魚 很容易有隔壯腺癌 對吧 那怎麼辦呢 其實 原來 不告訴你 可能你未必知道 原來 香港 很多魚生 都不是經日本進口 當然 說到 三文魚其中一件事 很多香港人都很喜歡吃 其實原來 從2011年起 香港 香港已經沒有再進口 來自福島的水產 再加上 現在日本 進口香港市場的水產 市場佔流率又不高 你再可以看看 其實我們根據資料 香港主要進口的海產 海膽金槍魚 雪魚 青魚 這些 所以 這個 吞拿魚 金槍魚 就是吞拿魚 拖羅 至於 我們平時吃的三文魚 通常都是挪威在智利 蠔 法國 加拿大 美國都有 內地都有 日本排第四 其實 日本蠔 有些很大隻 珍寶蠔 其實 美國很多 很多人 真的吃蠔 通常都買法國的 秋天 南非蠔 澳洲蠔 尤其是法國有很多知名的蠔 說到 黑珍珠 黑珍珠 白珍珠 我也吃過 南非 就叫Rolex 口感很霉 對 我也有吃過這些 很多都很少 有日本 但是很少 另外 餐廳經常吃蜜魚 章魚 全部都是內地的 蝦 全部都是內地越南 所以 你以為是 其實也不是 你不要太擔心 有些人就覺得 放進口裡會不會影響 那就是石齋 其實真的 我覺得 這是人類之福 你看到 印度陳同仁 都建議大家 對動物好些 對吃多點素 很多人都說吃素 對蒼生 對地球也好些 人類減少吃肉 對碳排放 尤其是牛肉 牛肉也是會產生碳排放的其中一個主要元素 對地球也好些 對人類的健康也好些 其實我覺得 是否一個好的機會 有時候 有些人會覺得很慘 反過來看 可能 這是正正一個好的時機 去改變人類的飲食習慣 有些人會說 吃肉多的人都容易暴躁 你看到近期這麼多這些 不是那麼開心不愉快的事件 無論香港好 內地好 全世界都好 戰爭不斷 紛爭不斷 可能和大家的飲食習慣都有關 遲數者 可能心境都平靜一點 平靜一點 很多東西都和諧一點 很多東西都可以商量 對嗎 我覺得這個可能 如果有人相信 天會給一個機會出來 就是嘗試改變這個生活習慣 有些東西不會說不吃不行 對嗎 你說人沒有水 就說不可以 但是現在大家都未到憂慮 大家飲用的水 反而憂慮是海產 所以去到這個環境 是不是真的要 好像鄧家彪我們的議員 這樣說 哇!這麼浪費整個日本 他連說到要出旅遊警示 那我就真的 我覺得 未免這一刻有點過份緊張 因為你數據上 都未能清楚得到 究竟 情況有多嚴峻 連日本 特地 日本駐於北京的大使館 都特地在北京 搞一場talk show 去講解一下 我覺得 都要看國內的專家 他們怎樣看 因為如果按地理位置 是不是 國內很多城市都比較近 我們都還有一段距離 所以 不如等他們研究一下 拿到一些數據出來 甚至乎會派一些 監測船 或者拿一些數據庫的資料 可能他們附近 海域會不會很嚴重 南韓方面 又怎樣呢 我們看完其他國家 周邊的地區的城市 影響有多大 我們先再看一看 你說禁 是可以禁 沒所謂的 影響不大便可以 沒有全球世界各地這麼多食物 不吃這個食物 就吃其他食物 所以 這件事也可以告訴大家 有時候 我們不需要那麼緊張 因為 一開始我們經常都以為 這些是日本的 有些人就說 那些餐廳的 可能不同產地的貨辦 日本貨 有些人說 不是的 人家真的日本來的 進口 少少的 你不要以為 到處都是日本妹 才行 鐵褲鞭 又說有假妹 你真是上 這件事也可以令大家 不用那麼緊張 但我們都要繼續密切留意 又或者 好像我剛才開始說 大家試試吃素 吃素依然都可以很健康 好 今集說到這裡 下一節再說 拜拜